宝骏360申报信息曝光搭载1.5升发动机 日前我们从工信部获得了一组宝骏全新MPV宝骏360的申报信息 该车将搭载与宝骏360系列相同的1.5升自然信息发动机 BD将于2018年第二季度正式上市 不久前宝骏官方曾公布过这款车的官图 新车前辆至关的感受很是清爽 同时采用悬浮式车顶设计整体风格更为年轻时尚 尾部造型上新车尾灯设计较为精致 车尾的层次感很强 作为一款MPV产品 宝骏360的车身尺寸分别为4615x1735x1640 轴距为2750毫米 轴距配备规格为R15轮胎 根据车型不同 新车将配备ESB天窗 车顶行李下 日间行车灯 前雾灯 前雾湖雨刷 后雨刷器 电热尾门玻璃 倒车雷达 铝合金轮毂 集成转向灯的外后视镜等装备 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与广骏410系列相同的1.5升4SG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12马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DUX